大家好 王安琼的现场一开始先来聚焦的是这一起意外事故 这是发生在大陆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 当地有一处社区的店铺 在今天上午大约是快要八点的时候发生了大爆炸 好 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整栋楼就被移平了 就像是战场废墟一样 目前已经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死亡 22个人受伤 好 透过刚刚这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爆炸瞬间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附近民众全都吓坏了 接着冒出巨大的火光窜出浓浓的黑烟 不仅现场以及附近的建筑物受损 路上的车辆也遭到波及 目前知道有多人死伤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来救援 而初不了解疑似是因为当地有一间炸机店 有可燃的气体外泄 才会导致爆炸事故 而详细的事发原因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好 另外来聚焦的这是 中非之间在南海这边的争端是不断的上演 而未来要解决争端 中国大陆提出了一系列的海事概念文章 但现在却遭到菲律宾给驳回了 菲律宾外交部他们发表声明表示说 中非向非方提出了许多关于南海领土纠纷的概念性文件 而非常多的倡议 其实非方认为是危害了他们自己的主权 但是大陆外交部的犯人汪文斌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头他就表示说 中方一直以来都是有诚意 想要谈判跟协商的 但是是菲律宾迟迟不给答复 一起来听他的说法 中方从中非双边关系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出发 向非方提出管控海上局势和开展涉海合作的倡议 这充分体现了中方愿通过谈判协商管控分级的诚意和善意 但令人遗憾的是 非方迟迟不予回复 还在海上频繁采取侵权挑衅行径 严重损害双方沟通合作的氛围 中非在南海这边争端家具的同时间 其实菲律宾一直都想要拉拢他的盟友 来帮他来巩固势力 菲律宾的驻美大使现在就证实说正在寻求加深 跟美方的安全关系的连结 另外也探索的是可能的方案 一起要开发资源丰富的南海 包括了当然就是美国了 还有其他可能是日本 还有其他的这些安全伙伴来建立防卫的联盟 不过对此大陆的外交部班人汪文斌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再度批评菲律宾 说南海的问题是中国大陆 还有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 中国大陆是坚持要跟直接的当事国 要透过谈判协商 包括了资源开发在内的涉海争议 都要跟当事国来讨论 但是他认为说 这些有关国家在南海这边开发资源 不能够损害中国大陆的领土主权 还有海洋的权益 更不能够拉拢所谓的域外国家 当然这说的就是美国了 不过菲律宾当然是动作频频 当然持续的跟美方有一些安全上的连结 互相的协防 因为最新消息是根据日媒的最新报道 在4月份的时候 美国还有日本跟菲律宾三国的领袖 即将在华府这边见面 而且他们会举行一个高峰会 但现在外媒都预估可能讨论到的 就是在南海 现在的局势 因为这菲律宾最关切的议题 还有三方是要如何结盟 可能就是鉴止中国大陆的意味 可以说是非常的浓厚了 好 另外来关注的是大陆的国台办 在今天上午举行一个例行记者会 针对媒体的提问 两岸何时会在就金门事件 就是金门的这个渔船翻覆事件 来重新协商呢 是不是还会再派相关的人员 到金门这边来处理 国台办的犯人陈兵华就指出 要处理 要对谈 那民进党政府就必须要先拿出诚意 不能够一直拖延猛混过关 才有可能重启协商 他更是批评民进党政府 是以调查的程序来拖延 才是无情无义无利的三五 遇难者家属和相关人员 为什么离开金门 他们当天已经做了完整的说明 相信大家也都已经了解 人命关天 明明是台湾方面 粗暴对待大陆移民 导致渔船翻覆 人员死伤 但事发至今 家属连预计道歉都等不到 连一个针线也得不到 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 来拖延问题解决 以所谓执法来推诿谢者 他们才是真正的三五 无情无义无礼 民进党当局只有正式问题 端正态度 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 214二性撞传事件的上后协商 才能重启 企图拖延时日 门混过关 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基本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